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卓越大师这个称谓 我们能够落地中国到湖南来 这是一件非常振奋人的事情 这真是一种大胆而且敢做事的人 想做事的人 有想法的人才可以走这一步的 所以我觉得很钦佩这种做法 那我觉得卓越大师他首先也是一个窗口 就是国外的同行 他们来了解中国这些年的努力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然后就是我们接受就是说审视 就是他们来怎么看 这个项目是对于整个中国 在这个原创绘本这个发展阶段里面 这个节点里面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像比如像我这样年轻的 新人作者吧 就是能够参与到这种中邦的项目里面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 不管是创作还有跟海外交流 我其实都是觉得是回到生活本身 这是第一位的 回到你真正的需求 这样的话这个故事才能够 没有某个地方或者某种想法的局限 我觉得首先是湖南出版能够做这样子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它在就是中国和西方建立了这么一些非常好的桥梁 非常感谢湖南出版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俗展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童俗展 我们业内开玩笑说 是我们童俗出版界的天堂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大国决情 强国发展在图画素方面 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我觉得有这个评奖跟没有评奖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在40年前我画了第一本图画书 那么这个书呢出版以后在1981年 我第一次获得了江苏省的一个奖项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博物 所以我画一本 把它做为一个评奖 一直画到现在 差不多到现在 今天还在画 所以我觉得这个评奖还有意义 《ECCELLENZE CINESI》是一项博洛尼亚 一项很重要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带到中间的舞台 《ICCELLENZE CINESI》 《ICCELLENZE CINESI》 谢谢大家